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你们所学的四个是积分式 到二年级呢 你们数学啊 学的比较深一点 那个时候我们就用微分式的 Maxwell Equations 从微分式的 Maxwell Equations 我们可以导出电磁坡的坡方程 这个坡方程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原来电磁坡啊 它就是电厂的变化 电厂的变化就是它振幅 电厂不是一个 它不是像静电一样 是一个常数 它是随时间改变 一下朝这 一下朝这里 那么电厂的变化 随着位置而改变 也随着时间而改变 那么它就像我们以前的坡方程一样 跟我们以前的位移坡形态完全都一样 只不过位移坡那个振幅啊 是弹性物质震荡的时候 它做Simple Harmonica Motion的时候啊 它的振幅 但是在电磁坡里头 电厂的坡形 它的振幅是电厂 还有呢 跟电厂在一起的 一定在一起 有磁场的坡 电厂如果这样变化 磁场就是跟它垂直的变化 那么从Mexual Equation里头 我们可以导出这个东西 但是现在我们呢 只能够稍微的看一下 因为在目前这个狮子 不像我们用微分是倒得那么痛快 好 我们现在先看这个 一下子 电磁坡 我们先看电磁坡 它是怎么样的一种坡 弹性坡我们都知道了 它就是正伏嘛 指点这么正当 那它就是这样的一条线 我先讲这个弹性坡 是坡形 它就是这样子 这个是它的正伏 它的位移 位移 它就是如果是正旋坡的话 它就是这样子 正旋坡 就是这样子 这个是 我们用的是这个符号 负A OK 那它的坡呢 就是Y 我们没有办法把一个坡 用二维来画出来 没有办法 有时候这里是X 有时候这里是T 那我们只能画出 它X跟T 是等于A 乘上 sin omega T 减掉 KX 你们是KX-omega T 好像 这个样子 也可以写这omega T-KX 都可以 那我们电磁波 通常都是 omega T-KX 这是弹性坡 那电磁波呢 它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要画一个 三维的 三维的运动 假如 我们的这个 电磁波 我看我这里是用什么方向 它是朝X方向跑 X 那这个是Y 那这个就是Z Z 这三个轴 互相垂直 如果你的这个 电场 它有电场的波 电场跟磁场 那么我们可以画成这样子 我从这里画好了 画cosine的好了 它是这样子的 它的电场 在这里是向上 到这里的电场是朝下 到这里又是朝上 到这里又是朝下 这是电场 OK H场呢 或者是B场呢 它是朝这个方向 这个画得不好 它是在这个平面 好 这个 这个我们写成 E X T 跟时间的关系 是等于 E0 乘上 Sine Omega T 减KX 那么这个红色的呢 就是B场 它也是X跟T的函数 它是 B0是它的正幅 如果在真空里面的话 或者是纯的界电值里面 这两个是同项 就是说电场最大 H场也是最大 电场最小 H场也是最小 那么这两个是垂直的 这两个垂直的 这样一在一起 因为电磁波是靠什么 电场在改变 电场改变 不是会产生磁场吗 电场改变 产生磁场 这是什么 安培定律 安培定律 我们推广的时候 有这一项 就是说这个电场 并不是一般的 这个什么电场 这个电场是 就是空间 在这里 变动的 叫做有displacement的current 变化 就是说你在空间的电场改变 会产生磁场 那磁场改变又会产生电场 这是法拉第定律 电场改变产生的 B场是安培定律 那么 它就是 这两个是互相垂直的 是这种状况 OK 电磁波是这种状况 这两个 一定在一起的 那 你说电场一定是朝Y方向吗 不见得 但是 Y方向的电场 Y 这个是正的时候 H场就一定是这个方向 它总是 E CrossB 是行进的方向 如果你的Y场是朝Z的话 Y在 电场朝Z的话 那么它的H场就是朝这里 因为它必须要这样子 这样子才会朝这里 OK 但是你朝Y方向的电场 跟朝Z方向的电场 两个不相干 两个独立的 独立的 OK 我们只看一种就好了 就是说我们现在看的叫做偏正波 或者叫极化波 就是我们只看电场的一个方向 其他不看 是这样子的 好 那么 我们现在就来看 你要把这样的一个波 行进 那么你看看它电场或者是磁场 跟时间有什么关系 那我们现在就说这是一个行进坡 那我们就看这个行进的电磁坡 我们来看一看 这就是一种行进坡 Traveling Wave 行进的电磁坡 行进电磁坡 好 我们现在就把Maxwell Equation拿出来看 Maxwell Equation 我们先看这个法拉第定律 法拉第定律 法拉第定律 这个就是EMF 就是EMF 这个E不一定要写N 你写总电场也可以 它就是 E就等于EN加上EE 进电场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进电场的Closed Path Integle是零 零 所以剩下的还是只有 非进电场 那我们可以写成这样子 法拉第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最圆 是这边 后来我们是把它改成这个样子了 Parsure B 我们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这就变成法拉第的积分式 我们现在就用这个就好了 用这个就好了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图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图 我们画一个坐标 这个是Z 这个是Y 这个是X 假如电磁坡 是一个什么 Closed Path Integle Closed Path Integle 我们在这个地方 做一个封闭的路径 做一个封闭的路径 这个封闭的路径呢 我们这样子做 做一个封闭的路径 那么 比如说这个是X 这个地方是X 那它这个厚度啊 是DX DX 我们假定 在这个地方的H厂 电厂是这个方向 这个地方的电厂是这样子 在X位置 电厂是这个 你X 加一个DX 加一个增量 在这个位置的电厂呢 有变化啊 它不是1啊 我们假定它是1 加上D1 也有个增量D1 好 那么这个地方 当然也有电厂了 这个地方也有电厂了 也有电厂 我们先不画 因为这个电厂 是跟这个路径呢 我们路径是这样子的话呢 它跟路径平行 这个电厂跟路径呢 是相反的方向 这个地方电厂跟路径呢 是垂直 垂直 OK 那么于是我们说 从这个closed path 所围成的这个面积 就会有magnetic flux通过 而这个magnetic flux呢 它也是随时间改变 于是我们就说 就在这个附近呢 我们可以画出这个B场 可以画出B场 这个B场 就是这个方向 B场 OK 跟这个平行 朝Z的方向 OK 好 因为 这个里头 因为这是DX DX就是说 你说它有多小 它就比你说的更小 所以这个很小很小的位置 这个里头的B场 的变化 我们就可以当作不显著 就是一个B场 OK 好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式子 把这个电场 带到左边去 等等B场 带到这个右边来 我们就得这样的一个式子 它可以分成四段路径的积分 四段路径的积分 我们方向就是这样子 因为B场是这样子的 那你路径就要这样子 OK 好 我们说 这两个地方 电场跟B场垂直 垂直 我把电场也稍微画一下好了 这个地方呢 好 这个地方 一场 一场 它跟路径垂直 这个是平行 这个是 相差180度 相差180度 因此 它这个就等于 右边这个路径 1加 D1 乘上它的长度 我们假定这个长度是H 就是说我们取的这个高度是H OK 那么左边那个因为它是方向相反 所以它就变成1乘上H 负的1乘 好 那么这两个一加起来 这个消掉了 所以它就变成H D1 左边是这个 右边我们就看flux Magnetic Flux 它是等于什么呢 等于B场 我们刚刚说在这里头 妈妈糊糊把它当作是一个均匀的 因为它变化不显著嘛 B场成这个面积 B场成这个面积 那它就是B场 乘上H 乘上DX 我们是写DX DX OK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微分一下 就等于 等于H 乘上DX 然后呢 它会随时间变化的是什么东西呢 是B场 会随时间变化是B场 那这个DX就是空间了 这个空间也不是物体移动的位移 它不是 它就是空间的一个距离 所以它跟时间没关系 所以它跟时间没关系 X跟时间没关系 就是这个变化 好 那现在我们 带到那个式子里面去 它就变成H D1 等负的 DBDT 好 我们可以把这个 画掉 然后把这个 DX 两边都除一个DX 它就等于负的 DB over DT 但是啊 我们说这个里头的微分呢 不应该写成D 它应该写成Partial Derivative 因为电场跟时间有关 跟位置也有关 B场也是跟时间与位置都有关系 那你这个专门对空间微分呢 要用偏微分 专门对时间微分也要用偏微分 因此我们就把这个式子 我们就写成Partial E over Partial X 要等于Partial B over Partial T 我们把这个当做第一个式好了 从法拉第定律 我们得到这个结果 然后呢 我们就用安培定律 我这个还是先保留一下 安培定律 安培定律 它本来有两项啦 一项就是μ0if 再加上μ0ε0 DφE over DT 我们说这个是零 因为在真空里面 电子波可以在真空里面跑啊 我们现在看真空 真空里面有没有东西啊 没有东西啊 没有电流啊 对不对 没有电流啊 只有 只有这一项 只有电场在 随时间改变 这个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 我们用DT好了 这个先用D好了 本来 本来在积分是应该写成这样子 但现在我们只用这个就好 用这个就好 好 我们现在也用一个这个图 现在这个图呢 我们从这里知道 你电场 刚刚我们电场是这个 现在H长迹应该是这边的 应该是Y方向的 Z方向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把这个 插掉 我们换一个 B长的 好那现在我们做一个closed path closed path 这个closed path是这样子的 我们在位置为X的位置 画一个跟这个平行的 好这个地方是X 那这里是X加DX 我们说这个地方的B长 假定 这个B长 在这里的E长是这样子 E长是这样子 B长就要朝这里 因此呢 它的B长 是朝这个方向 B长朝这个方向 然后X加DX的地方呢 我不一定要从这里画 我画在这里 好 这个大一点 这个是B长 加DB 加DB 好 那它的电场呢 因为现在的Path 我们是这样子让它跑的 所以它的电场 我们刚刚说是朝那边嘛 对不对 电场 就是朝 这个方向 这应该画在当中了 其实这个画在这里也没错 因为它小得不得了 也没有什么 理由说 它在边边 好 这个是E长 那这个长度呢 还是H 这个长度 这个长度 还是H 小H 小H 那这个就是DX 这里到这里是DX 好 现在我们 也来 把这个式子算一下 把安培定律 左边 的积分算一下 第一场的封闭路径积分 它呢 是等于 它现在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场呢 跟路径 方向相反 这个跟路径 相同 所以这边是负的 那边是正的 所以它就变成负的 B 加 DB 乘上H 然后再加上 B H 加上B H OK 我们这里就 已经 这个就不要写这个了 因为这已经是 面积分 它已经是存量了 所以这个加起来 它就变成负的 H DB 那现在我们看 从 那个面积里面穿过的 Electric Flux 它是电场 乘上 H DX 好 我们把这个代入 安培定律 那它就是等于 我们先把这个 微分一下 这个微分呢 它也是 HDX是一个 常数 DX跟时间没关系 那就变成 D1 Over DT D1 Over DT 好 我们把这个带到 安培定律 里面去 我们就得 负的 HDB 要等于 Mu0 Epsilon Zero H DX D1 Over DT 好 我们把这两边的 H都消掉 我们就可以得 我们就可以得 这个我是 插掉了 我们把 Ordinary Derivative 把它改成 偏为分 所以我们就得 负的 Parsure B Parsure B Over Parsure X 要等于 Mu0 Y0 Parsure E Over Parsure T 好 这第二诗 我们刚刚有第一诗 对不对 现在这个是第二诗 那我们现在来解 第二诗 我把刚刚那个也写一下 好了 Parsure E Over Parsure X 要等于负的 Parsure B Over Parsure T 这是刚刚的第一诗 我们现在解这两个诗诗 解这两个诗诗 我们把第一诗 把第一诗 再对X 做偏为分 两端都对X做偏为分 那这个就变成 Parsure 平方 E Over Parsure X 平方 那这个就变成 Parsure 平方 B Parsure D Over Parsure X 好 这是第三诗 好 同样的 我们把第二诗 也对X做 对T做偏为分 不是 把这个 好 我们 好 把 第二诗 第二诗 第二诗是这个 好 我们把它对时间做偏为分 因为这里有一个这个嘛 我们等等把同时对T跟对X偏为分的这项 把它消掉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 把这个式子 对T做偏为分 右边也对T做偏为分 它就是Parsure 平方 E Over Parsure D平方 好 我们现在把四诗带入第三诗 这两个 就把这两个消掉 把这两个消掉 那就变成这个 那就变成这个 等于这个了 好 我们就是说 四诗带入 三诗 好 我们就得 Parsure 平方 E Over Partial X Over Partial X Square 等于 Mu 0 Y 0 Parsure Square E Over Parsure Square T 好 这个是 第五诗 第五诗 好 我们现在再来 再把第一诗 我们刚刚是消掉这个 我们现在要消掉什么 Parsure 平方 E Parsure X Parsure T 所以我们再 再微分一次 现在对 把第一诗 对 第一诗 对时间来做微分 第一诗 对时间做微分 好 我们再有第一诗 对时间做微分 就是Parsure Square E Parsure X Parsure T 要等于负的 Parsure Square D Parsure T Square 第六诗 第二诗也一样 我们把这个诗 我们把这个诗子 对X做偏微分 对X做偏微分 那就是变成Parsure Square B Parsure X Square 要等于 要等于 Mu0 Y0 Parsure Square E 它现在 本来有Parsure T 现在对对Parsure X 那微分 好 我们现在 就把第六诗带入 第七诗 就是把这两个消掉 把这两个消掉 好 我们就得 就等于说 我把这个减这个 就变成Parsure B overParsure X 平方 等于 Mu0 Y0 第八诗 你看 第八诗 跟第五诗 是不是形态都一样啊 你把B E 换成B 不是形态完全一样吗 对不对 你解出来的微分方 才一定是同一种 同一种样子的嘛 我们只要解一个就好 在 你们家的电磁学里头的电磁波就要解 解一个就好 解电场 然后磁场呢 我们就用法拉第定律 跟安培定律 这两个是 电场跟B场的关系 它就可以得到 我们现在不去解它 我们说 第五诗跟第八诗啊 这形态是一种 波的方程式 形态 为波方程式 这种微分方程呢 我们解出来 我们不去解它 就是说 其解 是这个 它的解 这是我们一开始写的那个 10 0 sin kx-ωmega t 我们这里还是用 kx-ωmega t 你写ωmega t-kx也可以啦 我们好像 我们破 目前我们是用这个 然后 B场呢 因为书算用这个 我们就用这个 它就是等于 B0 sin kx-ωmega t 两个形态都一样嘛 所以解出来的 就是一样 这个单位呢 是Volt per meter 这个单位是Ampere per meter 我们把这个当作是 第九诗 这个是第十诗 那么它这里头的k啦 Omega啦 是什么东西呢 k就是坡数 跟弹性坡一样的 它是2π over lamina 这个是叫做坡数 Wave number 那么Omega呢 2π f是脚频率 脚频率 好像这样的一个方程呢 坡方程 我们以前讲过 V就等于Omega over k 微波的行进 速度 好 行进速度 ok 好 现在我们把 第九诗 他的解 就是他的解 带进去 带进去 好 因为第九诗是他的解 他要满足 那个嘛 满足这个第五诗嘛 带入 第五诗 还有 把这个是他的解 十 带入八诗 我们带进去 不管你是这个带入第五 还是十带入第八 我们同得一个结果 或 这个写或好了 或 我们就得 V 行进波的速度 你把它带进去看看 他是等于这个东西 μ0 μ0 ε0 分之1 你把这两个常数带进去 这个是什么 8.85 乘10的 负12次方 这个是 12.57乘10的 负7次方 把它带进去以后 得出来就是 3 乘10的 8次方 m per second 那就是 电磁波 在真空里面 行进的速度 这就是光速 就是光速 OK 好 那我们通常就把这个 写成C C 那么C 为 电磁波 在真空里面 行进的速度 那么 我们说 光速等于 3乘10的 8次方 meter per second 你怎么知道啊 倒出来就知道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 好 那么 我们现在把第9跟第10 带入第一式 第9跟第10 这两个节 带入第一式 或者带入第二式 就看这两个 电场跟B场的关系啊 一式 或者是二式 我们就得 交代一个就行了 好 得 电场 的 正伏 跟B场 正伏的关系 它是等于 Omega over K 就是C 或者它就是等于 所以 电场的正伏 大小 大小 是B场 正伏 大小的 C倍 C倍 OK 好 那么 这个就是 我们知道 电场的大小啊 是 磁场的 这个 大这么多倍 所以我们在测 这个 有个电磁波来的时候 我们要测它的这个 强度 或者测它的power 都是测它的电场 因为电场啊 它这么小 我们 有办法可以测 但磁场太小了 我们一切测不出来 因此我们通常都是 一说到电磁波啊 我们都是拿电场来做代表 以后你们讲到物理光学啊 我们只写电场不写B场 是写电场 OK 好 那么现在就是要 回过头来 我们刚刚讲 你电场是Y 方向的话 那么它的磁场是Z 方向 如果 电场是Z 方向的话呢 那磁场就是 负Y的方向 所以这两组啊 是 互相独立啊 互不相干的哦 好 我们有两组 一组就是 好 那么 它跟这个 是 在一起的 好 这两个是在一起的 如果说你的电场是Z方向 那你的磁场呢 就是 就是Y方向 负Y的方向 OK 它这边是等于负的 B0 Sine KX 减 Omega T 这是一组 你们到二年级 讲电磁学的时候啊 那么 通常都 它的磁场 不用B场来表示 很少 很少用B场表示 都是用H场来表示 用H场 那也就是说 这个你有时候可以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这个呢 你可以把它写成 HY XT 等于负的H0 Sine KX 减 Omega T 这两个 用一个就好了 那么 B场跟E场 有这个关系啊 那 H场跟电场 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在真空里面 在真空里面 因为B0 是等于 μ0h μ0h 我们写 μ0h0好了 μ0h0 好 那 我们就可以 从这里看 所以 E0 Over Over B0 本来是C啦 对不对 好 我们现在就可以写成 E0 这个μ0h0 等于C 所以我们就得 E0 Over Over 是等于 μ0 乘C 那C 是什么东西呢 C 我们刚刚讲 它就是这个 好 μ0跟它约掉一个根号 μ0 它就变成 这个东西 你把这个带进去 12.57 乘10的 负7次方 8.85 乘10的 负12次方 这个结果等于 这个结果等于多少呢 120π 它的单位是欧姆 也可以把π 乘进去 它就是 377欧姆 这个东西 我们用一个符号来代表 ETA0 ETA0 这就是 它的名称叫做 真空里面的 波在真空里面的 自由阻抗 Intristic wave impedance 这个叫做真空 自由阻抗 这个叫做 Wave impedance Intrinsic wave impedance In free space In free space 这要 很出名 以后 你们学电词学 像这个 都要记住的 都要记住的 ETA0 OK 好 我们这里就把 电磁坡的 坡方程 我们把它 倒出来了 好 现在我们说 讲到坡的时候 我们最后是要讲 这坡 有什么用啊 你光它 看它动来动去干嘛 要花那么多时间 去了解它吗 它一定有用处啊 我们知道坡会传递 什么东西啊 坡会传递什么 传递动能 传递动量 也就是说 它单位时间 有能量传过去 那这个叫做 那这个叫做 POWER 功率 POWER 那么弹性坡是这个样子 我在绳子 这一端动 结果我这个动量 或者我这个能量啊 穿到绳子的那一边去 电磁坡 电磁坡也可以哦 我们这一段 可能是个天线 天线可能是一个什么 电偶级 你把这个里头 天线里面的 电荷 一下子推上 一下子往下推 要做工啊 要做工 好 这个工呢 就传过去 那么我们现在就看 电磁的 电磁波 能量的传送 那么我们用一种 向量 叫做Pointing向量 来表示 Pointing向量 Pointing Vector 这很重要啊 以后你们 学电磁波 都要有这个东西 我们不去导它 我们不去导它 我们就把它写出来好了 Pointing Vector 有的书上 是用这个符号 有的书上 是用这个符号 有的书上用这个符号 我两个符号都写一下好了 它是等于 mu0 e crossh 这顺序不可以随便乱掉 e就是在前 e就是在前 crossb 我写错了 你把 mu0 b被mu0除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写成 e crossh 这要记起来 记起来 这就是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它是 波 它的单位是这个 单位面积的功率 面积因为波是这么传过去的 面积就是跟波垂直的这个面 单位面积有多少功率传过去 这个叫做 有时候叫做功率密度 这有时候叫做功率密度 又叫做功率密度 波音体向量 它其实就是一种功率密度 你看它是向量啊 怎么传播啊 就是波行进的方向啊 电磁波行进的方向永远记住 它是e crossh的方向 或者e crossb的方向 如果一个电磁波朝你们那里传去 电场是这个方向 磁场是什么方向 这个方向 如果电场是这个方向 磁场是什么方向 那朝上 这个要会比哦 你不比的话 到时候伸出手来 左手伸到右手 右手伸到左手去了 你平常都要学一下 这是波音体向量 是功率密度 所以S呢 就叫做波音体向量 那么它的瞬间值 这个我们用的是瞬间值 那这个S呢 也是一种瞬间值 也是瞬间值 OK 所以T就是代表 这个pointing vector 它是一个instantaneous value 它是 你看它的单位 瓦克 per meter square 那么它的单位呢 我们可以写成 能量 被时间除 就是power 对不对 这就是瓦特 power power在被面积来除 这就是它的单位 那这个也就是功率 嘛 被面积除 所以它的单位是 瓦特 per meter square 瓦特 per meter square 好 它的大小 因为E跟B 永远是 永远是这个 垂直的 永远垂直的 因此我们说 这个pointing vector 的大小 这个是它的向量 它的大小 永远是等于 μ0 乘上EB 那也就是 也就是等于 E乘上H OK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个 E等于CB带进去 我们刚刚说 电厂被磁场 振幅的比是C 那任何一个时刻 E比上B 也都是C 带入 上市 我们就得 S pointing vector 它的大小 是等于C μ0的 1平方 1平方 OK 这是讲到这个pointing vector 它的特性 我们下一次 再讲这个 平均功率密度 因为这个顺时功率 没有意思 它一秒钟 它的频率 大得不得了 有这10的 10次方 20次方都有 你那个瞬间 有什么意思 我们要的是 它的平均值 我们要的是它的平均值